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个印堂和美眼之间的田宅宫都比较宽 那么这种人虽然心胸宽广,欲试想得开 但是比较缺乏主见,容易相信别人 在生活工作当中容易招惹小人 感情当中也容易招惹一些烂桃花 而且左右两边的眉毛高低不一 有高低眉的倾向,情绪波动比较大 遇到事情容易犯纠结,经常自我矛盾 大多数为了感情生活,纠结不一 结合眉尾下垂,直戳肩门 肩门是夫妻宫,婚姻感情生活是多有不顺 那么事业方面没有大的收获 这个耳低于眼 我们说耳要高于眉,耳多 这个才是还要好耳朵,好耳型 为人是像这种耳朵低于眼睛 都已经低,别说低于眉毛了 就是低于眼睛,这是缺乏进取心的 事业心不强,比较注重物与享受 这个做事由于欠缺远见 事业上工作上是以求稳为上策 这是面想 我们看首相,这个首相整个纹路还是比较浅 可能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波折比较多 起伏不定,掌门是典型的川字长 比较聪明,在思考力方面是可以说相当灵活 迅速,而且不会受到约束 比较这个格局比较开阔 独立思考,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人 对自身的财运呢 事业还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川字长 加上手上智慧线呢 下垂至月秋,下垂至月秋的位置 这个就是头脑灵活,善于分析口才好的一种表达 那么事业方面呢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是对感情婚姻是不是很有利 加上感情线呢也是多导文和杂文干扰 那么说明在感情上有一些不顺 感情复杂会让事业受到影响 平时呢应该多注意感情方面问题的一个调节 你看田字纹出现在掌心名堂的位置 经商能力很强,有可能获得很多财富 而且手上当中出现田字纹一般都是比较适合 这个从事,诸如这个房产啊 土地啊,土产,矿业等这个行业发展 因为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发家致富 这是一个,这是田字纹 也是一种非常吉祥的文组啊 好了,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